大家好 这里是神异守望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蟒蛇结的打法 大家看没有 这个就是蟒蛇结 这个蟒蛇结非常结实 非常牢固 它的背面是有三根绳子 牢牢捆绑子起来的 是非常结实牢固的 好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蟒蛇结是怎样打的 首先我们把一个绳子 打个反半圈起 右边打个反半圈 左边也打个反半圈 这个反半圈的绳头要对称的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这个方向不要搞错了 然后我们把两个绳圈重叠在一起 右边打在左边的上面 大家打这里 大家就会说 这不就是朱迪扣吗 不错 这是朱迪扣 但是这个朱迪扣还没有打完 然后我们把这上面的绳圈 把它戳出来一点 戳长一点 大家看没有 戳长点以后 把手从这个绳子下面 搞过去 然后把这绳子打个反半圈 扭一下 这样扭 这样扭一下 形成个绳圈 大家看没有 形成绳圈以后 我们再把绳圈重叠在这两个绳圈上面去 这样就搞好了 打好以后 我们把圆棒拿过来 套进去圆棒里面去 套进去 然后把它一收紧 大家看没有 一收紧以后 大家看这个捆绑的效果 这个效果是非常的结实 后面是三根绳子 绑绑紧的 这个蟒蛇节 可以说是朱迪扣的升级板 这个捆绑的结实力度 都有比朱迪扣要强 这就是蟒蛇节的特点 这个蟒蛇节的打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